陈先生在杭州城北租了一间公寓 他说房间里少一张床 跟中介沟通双方发生了冲突 陈先生租的这套房子上下两层 一共60多平方 月租金4300块钱 陈先生说房子是上一个租户转租给他的 租给他之前卧室里少了一张大床 因为他们原来是做那种美容类的工作室的 所以他把那个大床挪走了 他是说之前的那个中介 就是他们那个我爱我家的工作人员 随时可以把这个大床拿回来 陈先生说上一个租客告诉他 大床是被中介工作人员搬走的 可以让中介把床搬回来 陈先生和那个租客是在我爱我家的门店里 把租客名称改成了陈先生的 租金也交给了门店 但说到大床的事时 中介表示不管了 他确实挪走了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床没有办法给我们挪回来 他就跟我说 根明这个就不按正常的转租流程走 正常转租流程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会去看房子 完整性干嘛的 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就不归他们管 就不属于他们的责任了 陈先生认为 他租下了整套房子 也包括其中的家具 既然床是被我爱我家的工作人员挪走的 哪怕不挪回来 也应该给他准备一张 于是他就找店长理论 双方发生了冲突 其实我当时也有点冲动 我就是坐在他门口了 但是我是坐在哪 我并没有干扰他其他的这个东西 我坐在镇上 他就把镇子一戳 然后把我推在地上了 因为他们店里小伙子比较多 我当时是一个人去的 然后我就当时马上报警了 我怕他比如说再跟他言语冲突 陈先生说 派出所民警给他们进行了协调 对方表示会解决问题 记者找到我爱我家万家星城店 工作人员说 店长已经买好了床 给陈先生送过去了 昨天他去我店的时候开会 六点钟去开会 开了十点钟才结束 他说要等我 我说当时我就是确实说 当时心情有点不好 我说我开会开了十点钟 你还要找我过头这个事情 我想我都下班要回家了 那我当时就是有点牢骚了 我说就可能感觉不太好 实际没办法 本来说本来想商量一下 有其他的这种方案 正好也商量不出来的方案 今天自己就 行店长再一次向陈先生 表达了歉意 陈先生也表示 自己当时比较着急 所以双方没能互相理解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因此的 Bros. 给声商量不出来的方案 我认为您可以参照